养育孩子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孩子是经常去抚慰孩子 告诉孩子你很棒 就像你那个经历 如果你是一直这么长大的 总有人在身边跟你说这样的话 那你就 他这辈子就太幸运了 如果另外一种像卡夫卡这种 是吧 就告诉他你怎么做是错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就是讲到中国的原生家庭问题 其实就是 可以喊到这 你到底是听话 还是就是民主性家庭 听话其实就是专制型家庭 说难听一点 孩子为什么要听父母的话呢 那这样孩子听父母的话 那就意味着就是你的自我被压制了 那您对溺爱怎么看 溺爱是中国父母都发明了一个谎言 你看就是 这应该是今年的事情 有一次就是一个妈妈 她好像她女儿整天在家 也就十来岁的和女儿 整天在家里做家务 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 你猜这个记者参访这个妈的时候 这妈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就是太溺爱她了 这简直是开玩笑 所以我后来的理解是这样 我们从小听到的那个故事 就是好像就是我们 石家庄特流行那个故事 就是说有个杀人犯 临上刑场之前 说妈妈我再想吃最后一口奶 然后把他妈妈的这个乳头咬掉 或者我们讲的一个传说 你看这就是给孩子知道罪恶感 是吧 就是你之所以这么糟糕 父母一点责任都没有 如果他们有责任 觉得他们对你太好了 这其实胡扯 您这个看法会不会太极端 不极端 凡事就怕具体 他孩子没有自控力 比方说小孩不做功课 这个iPad上瘾 玩这个电子游戏上瘾 以至于你征求他意见 他理都不理你 你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手段 要不你就让他24小时这样玩下去 这时候就设计了一个源头 我们现在看到中小学的时候 我们就玩iPad玩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最初的源头来自于哪呢 最初的源头就来自于对尿之类的东西的控制 尿又连 三岁之前的孩子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 是不是 当你吃喝拉撒睡的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 到底你说了算还是 尿说了算 把爸妈说了算 就是所以我们会说 在那个东西方的养育之中 存在了一个巨大的差异 东方文化是 就是他治他律 父母制定了这个规则 父母要制定规律 你要符合他们的规律 所以这叫做让孩子从小就为了父母的意志转 但是在西方的这些养育之中 其实自律自治 然后就比方有个那个英国的就是心理学家 就是他叫布林科特 他这样说的 孩子的任何生理现象 如果你严重的就是管制他 都是一种虐待 比方在三岁之前 一让孩子在吃喝拉撒睡这种事情上 他形成了自律自治 所以他就自动的在玩iPad的这个事情上 他有了自治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你看网瘾真的是个东方现象 当然西方也有这样的问题 现在手机上一圈全世界都有 所以这就说 我们讲中小学 包括我们作为成年人 你会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上映 就是网络上映 但是就是因为在前面 我们没形成自律自治 那没形成自律自治 我们一直都是他律他治 他律他治会导致一个问题在哪 我们总想着把他律他治给破坏掉 我最近还访问了一个中国的孩子八岁 我觉得中国父母得比他们那个再加一条更厉害 什么呢 我问他 我说这个小孩 我说你现在啊 你有什么 你在忙什么 他说一脸就是很正经 一脸这个同志 加上这个严肃 我的心愿吧 就是要多挣钱 扫地五块钱 洗碗十块钱 我最近的愿望就是要多挣钱 你挣了钱干嘛 给爸爸妈妈买礼物 从父母那儿好容易挣了那么点钱 还要加上一个孝道 他父母我觉得太厉害 还要返回去给父母买东西 你知道吗 我说你父母太厉害了 没有通常这样做法 不管是什么李嘉诚 洛什么什么乐 还有摩根 我告诉你 通常这样训练小孩 因为刚都讲到钱嘛 用钱来计算 通常要么就是那个家庭 应该是很有钱 像李嘉诚 为什么要这样训练两个 他知道以后我几百一 都是他们继承的嘛 我要去培训他们能力嘛 什么有钱人都是这样 要么呢 人家那个什么巴菲特呀 或者比尔盖茨之类的 小时候去麦当劳打工 是因为我将来的几百亿 不给你继承 对 那另外一个极端 通常是因为家里穷 就要知道说你要赚钱 因为要脱贫 要离开 因为别忘记 父母亲有不同的状态 像我很多中产的朋友啊 搞艺术的文化的等等 他们注重的不是这样啊 注重当然也会叫他们去 去赚钱啊 注重到最后是说你要发挥自己的才能 可是你那个才能不一定在于管钱 比方说音乐嘛 还有不断的找寻小孩有才能的地方 有talent的地方啊 其实我说一个很简单的大实话 我自己后来觉得很认同啊 就是也是听他们儿童心理学家说的啊 就是你看咱们李梅锦老师就说啊 他到了一定年龄啊 讲道理没有用 不要讲道理 可是实际上有一个很可悲的 也不是叫很可悲 很残酷的现实 就是他是你的版 你想他成为什么人 那么你就想想你自己是什么人 不容易啦 那时代不一样 这种大家都是说家教 身教嘛 身教我们都懂了 不言行不言之教 那对啊 以前比方说我们喜欢做讲座 叫人家父母亲如何培养小孩读书 我们都懂嘛 说你父母亲要读书啊 可是现在比较麻烦 就是说有了网络世界 网络世界人在成长过程里面说 我感觉说父母亲所能控制 所能影响的那一个部分 越来越困难 你对孩子的爱到底有多少 量 我们很少给予爱 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 恨他这个不行 恨他那个不行 恨他缺这个 恨他少那个 一定要把它塑造成什么什么什么 老说要是人生赢在起跑线上 他们就相信了这些鬼话 然后做一些鬼事 虐待这些孩子 不让他们休息 剥夺他们玩的权利 这些量如果过重 就会变成了仇恨 所以我真是觉得我选择是对的 从小我就跟我那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孩子说 上学以后不许考一百分 考一百分回来我揍你 这怎么讲啊 就是让他别把自己逼得太狠了 对 玩 先是玩 小孩上小学就是玩 六十分就可以了 就编五十九 对 所以我那孩子到周末我就带着他玩去 那时候玩的地方少 就到我们那山里头去 哎呀大山里的泉水里头 哎呀树上什么 玩就是玩 您说的太好 快乐极了 我真特别庆幸 我当时的这个选择 还是对的 首先我们父子感情就深 哎 对 我们很少发生那种冲突 很少发生 可是现在做家长要这么做 别人该说你这家长不负责了 我们那时候也这样 那个那个那个呃 经常的要要叫叫叫叫家长到到那个 学校里去 啊 你也给教训过 我没去 哈哈哈哈 我坚决不去 哈哈哈哈 就是七一千我太得去 啊 这爹会赌 老师也冤枉 因为老师有一升学率 对啊 你那个好的老师哈 你尤其考 一个是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的时候 他都有这种 你有多少学生考进多少考大学 但是就说 是不是孩子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没有 如果你对他要求不高 没有 不可能 怎么说 他出去走到哪儿都要有竞争 这是 这是铁定的 不是说 就你现在学的少一点 他就 就赶不上 不可能 因为他的大脑还没开始发育到那个程度 就给他去上奥数 没道理 那真是折磨孩子 叫泯灭天性 所以现在政府都是要遏制这个校外 这个绝对是对的 这个培训 就是说绝对是对的 就是不能在起跑线上就有这个压力和不平等 不能坐视不管 但是您又要求说 是18岁必须得自食其力 不能还靠着我 18岁必须自食其力 那老考60分能吗 能 您的儿子大鱼能 不是 他当他大脑发育很好 他的人性非常正 他做什么都能自食其力 我就发现有一点 父母什么时候认怂呢 就是这个里边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这个社会影响更不好 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啊 他想学表演 对吧 父母不同意 好 可是有一天他演了部戏啊 他火了 或者上了个什么综艺节目 这个胡同里啊 街坊邻居啊 他说你孩子干嘛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爸爸或者妈妈过来 就说我们老了 我们可能有些观点也不一定对啊 你以后的路啊 你自己走 其实这个本质上是一个什么呢 成功逻辑 对吧 就是等于父母呢 原来一定让你服从 但是你也 他有的时候他也可以 父母也可以有令说 但是这令说 你追踪他底下 你得成名成家 你得成龙成凤 你成功了 我们可以退下 你没成功 我们就永远有理由贬低你 我会说把这个称为苦情文化 对 是吧 就是 就这会演出很多东西 要不要 弱者有理 谁弱谁有理 然后女人如果想在这个婚姻关系中 获得一点控制地位 她就通过自己被摧残的这么一种感觉 让大家同情她 然后在孩子面前获得就是话语权 如果你在恋爱上直接这样来 这就是殖民地搞留学起义 这很严重 那就怎么办呢 在吃喝拉撒睡上先起义 因为这种事你比方说关于吃饭 你看中国的妈一般都有吃饭特别控制 是吧 让你这么吃 你比方想吃一碗 她非给你撑两碗 或者你想吃这个 她非得让你吃别的 那种办法 就是你先不要在这个恋爱婚姻 就工作这种事情上 就是闹独立 这太严重了 直接变成留学起义了 你就先从小事开始 就比方就吃饭这件事情上 你妈就要给你撑两碗 或者她要给你去撑 你就要自己去撑 就是她 你说我就要吃这么多 如果妈给你撑了 你把那个多的把它弄下来 或者她就算给你撑了 你再过去再自己撑 这时候妈也会闹 这总比你从恋爱开始闹得要轻 然后这事你可以干上一个月 然后这个事呢 闹因为冲突没那么大 父母 他没有意识到你在干嘛 都会觉得吃饭这个事 毕竟是小事 你也大了 你好好按照你的来吧 如果你在这一件事上获得了独立 通常就意味着你获得了一个很大的独立空间 而这一件事如果还不够 你觉得父母控制性很强 你再找这么一件事 比方关于早上几点钟起床 关于这么一件事 你仍然坚持你自己的来 你通常以我的说法 父母再难缠 当然碰你变态的就不说了 我们讲正常父母 你通常在两三件小事上 你获得独立 父母就知道这孩子我管不了了 接着你再告诉他 我恋爱像这么着 就是说觉醒了的小朋友 应该从觉醒的第一天就开始 从点滴小事上 塑造自己的独立的状态 先从刷牙洗脸 吃饭生活习惯 慢慢独立独立 对吧 熬到七八十岁 可以